看见宝库 开机就是楼梯和传送方块二选一 一般传送方块都是有来客人的 所以我选传送方块 嗯 没啥 那我把他了 知道是客人的你还选 我才没有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传送方块是有来客人的 所以作者预判的玩家会选楼梯 在楼梯上升至陷阱 那我是预判作者的预判 你看 我果然没被坑 太聪明了吧 聪明的屁 下一段是传送方块和冰块二选一 我看你选哪个 这次我选择冰块 为什么 因为作者之前没坑到我 第二次肯定会在小厨房块放坑 所以我的预判作者的预判 你看 发现了一个钥匙 没有被坑 又在我厉不厉害 有点东西 那东西不多 又发现一把钥匙 这个臭作者还想坑我 不知道我俩他的支撑有250吗 一 只有一把钥匙吗 快回去 哼 我就知道你耍了就是这个把戏 还差一把钥匙 仔细找一下 不是吧 还有 Oh No 买到 我看你不是支撑250 而是人是250 而是人是250还差不多 那是重拍吧 哼 就不定这 还想难道我 看我的用把链票 不就得技术出去 哎呀 这就是自信 你们知道吗 往上爬 这么高 上 不是吧 这个挫折 不停坑 开懒呀 哼 等好 等你天见死 挫折 你太胖了 哎呀有了 我可以六层麦 就旁边过去呀 卡好了 看到没有 千叔过关 就会投机去想 哎 原来正确的路 在这排后面 这个坐着还挺会坑人的嘛 不过 是看不到我这个 跑路大神的 哪里 臭奶他 你少得意 后面的解锁关卡 就老师被坑吧 谁说一定要走里面的 我可以用藤蔓 爬上去啊 嘿嘿嘿 哎 前面前面不费钱啊 呵呵 臭奶他 你以为你想的 他只会想不到吗 你还是老师是回去走下面吧 你以为如果能想到的 我会想不到吗 我可以用藤蔓 往下面打路过去啊 这太简单了吧 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可恶 怎么被你装起来了 下面开门再选一 我就不信看不到你 这更简单了 先随便开个门走过去 遇到过不去的门 直接要的跳 跳过去不就好了 蛤 不是吧 这也行 哼 不过下一关是永远卡住 走过的路都会消失 你肯定过不去 谁说的 这不是有专用通道吗 嘿嘿嘿 你也奶他 你既然走作弊通道 我看不起你啊 谁说这是作弊通道了 你看原来跑步前面 是设计了呼吸方块的 根本过不去 所以这才是正确的通道 还真是 那下一关第一次关卡 我看你怎么过 这第一次都是假的 真正的路 在方块上 我才不会上当呢 接着是 岩浆和十类鱼要选一 我选 岩浆 没有路了吧 奶糖 你快退出游戏吧 谁说的 我不是有藤蔓吗 我可以有藤蔓 跳出去啊 可恶 这个臭作者会不会吓人啊 不过没关系 最后一关 根本没有路 这回你要是还能过关 我就给你涨银花钱 这个是你说的 这还不简单 卡好了 一直在脚上 放藤蔓 我就能先冲过去了 这藤蔓本来是用了看奶糖的 没想到就帮了奶糖帮忙 嘿嘿 成功过关 又在 快给我银花钱吧 哎 你说什么 我网卡 杀 可恶 又被这个臭又是传了 哈哈哈 根本不是 我给你涨银花钱 这么多还是小事 收理一下